希望总子培育基金会执行长叶万教 议长陈玉仁 议员吴振洁市长黄建中等人 以及邮局局长吴嘉宏 副局长陈福国 以及和珅宇求用品专卖店负责人黄和珅 造访中山国小以及胡锡国小 执政教育基金执行长叶万教表示 偏乡外岛办学本就艰辛困难 希望基金爱新第二轮14校 感谢中山国小校长张树文 胡锡国小校长郑千训 及优秀及努力教育的团队 在业外有许多辅导教学 有着亮眼和异常的表现 抚育着偏向资源短缺的学子 因为我是澎湖人 也从小也深受那个公顾文的资助 所以说现在吃烤啊 影响无事 短缺的时间 回来做一些有益于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些事情 补足公部门所不能照顾到的地方 谢谢 市长黄建中也表示 特别感谢希望总子 培育基金会 以及所有的合作伙伴 公司部门的朋友们 是所有人共同的支持 热心奔走 无怨无悔 得以让学校和学子们 看得到更多可能性 成为孩子们成长最强而有力的守护者 就是很感谢我们一弯教执行长 长期为教育付出 然后只要有困苦的家庭 还是需要的家庭 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基金会的成员 然后我们一起共襄盛举 来帮学生 需要的学生来帮完成就业 也还是圆梦的部分 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可以支持我们 夜晚教大哥的基金会 我们一起为学生做好事做善事 那市长呢 市长参加这个基金会有多久的时间了 有好几年了 在我们夜晚教执行长的领导下 对于这个活动只要是好事 我们这些会员一定都会永远的参加 谢谢 那我们当初是因为夜晚教执行长发起 然后邀请了一些好朋友 一起共同来成立这个希望同志培育基金会 那当然主要是在学校教育这个方面 我们偏向领导 有时候在教育 很多家庭在培育孩子上面能力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就集合大家的力量 大家平常捐一些基金给这个基金会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困苦的有一些小孩子家庭 比较在就学上面比较有困难的 然后甚至于学校有时候在继续不足 那我们就共同再来选择在这个学校 跟家庭来扶持他们协助他们 那他们在成长或是学习在这家路上面 可以比较顺利这样 十多年来持续支持一个麦子的 希望种子培育基金会 盼种子们了解在地需求 学成后能够回到家乡来服务 在职场上发光发热 并将这段期间所学与经验 转化成为助人的力量 并传承下去 进而影响更多人 马公市长黄建中也说 他会与希望种子培育基金会 持续的关注 澎湖的教育 确保每一位的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 希望种子培育努力 予以等待绽放的花朵 并且为他们解出希望的果实 记者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地下 描述 订阅 转发 地下 曲 转发 地下